很多人都知道大F比汪小菲大五岁,其实看他们的定位,大F估计比汪小菲小五岁,福元爱和江洪杰是福元爱做菜,江洪杰打下手,陈建斌和蒋勤勤是蒋勤勤做陈建斌负责洗碗,大F和汪小菲是汪小菲做菜,这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谁更幸福。 其实并不如此,福元爱喜欢做菜,蒋勤勤比陈建斌做的好吃,大F是不饿,汪小菲为了要吃菜,必须自己做,这就是他对大F的宽容和爱,大F帮老公按摩,其实这一点也不像按摩,更像秀恩爱,按摩你住老公的嘴巴是几个意思,大F其实育夫招数还是不少,知道自己不做菜老公会嫌弃, 老公毕竟要补充能量不得不做菜,做好力气吃,大F夸奖老公很优秀,真正的上了厅堂下的厨房,汪先生已高兴,下次可能还会继续下厨,毕竟老婆的甜言蜜语公事凶猛,其实汪先生也很享受做菜的乐趣,特别看到心爱的人说好吃, 这比任何赞美之词都靠谱,两口子也懂对上往来,上次设了福元爱和江洪杰家的菜,这次煮羊肉送上对方家门,送菜的过程,汪小菲偷亲了大F,福元爱和江洪杰是天天亲,汪小菲是偶尔亲,就没有看见陈建斌老师偷亲讲琴琴,很多人以为汪小菲是公子哥,应该都是跑母先生伺候, 看这样子,汪小菲估计要比大F独立,因为有过在国外生活学习的经历,而且妈妈要经营才饮,担心家庭的汪小菲应该读历程书很早,明明年龄上大F是姐姐,其实更像妹妹,典型的父太太